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就算是亲密情侣,也不可以偷拍性爱私密照。 高雄蔡信货车司机穷疑无聊学李宗睿,在同居女友房间偷放录影笔和手机,前后侧录四次两人黑修影片回味。 女友事后发现怒报病求偿,高雄地院一省一房害秘密罪将蔡南判刑6月如一颗罚金18万元,民事则判赔20万元。 判决指出蔡信司机与从事会计工作的女友同居,并育有一女。 2015年间,蔡南未经女友同意,竞选李宗睿般偷偷在女友房内偷放开启录影功能的录影笔以及智慧型手机,先后四次偷偷录下两人恩爱的性爱影片。 事后遭女友发现,报警怒告蔡南涉嫌防害秘密,并提起民事求偿100万元。 刑事部分,高雄地院一省一房害秘密罪判蔡南因执行6月如一颗罚金18万元,民事部分,法官则认为偷拍一次判赔5万元为恰当,四次偷拍判蔡南因陪女友20万元可上诉。